Bismillah walhamdulillah wassalatu wassalamu ala rasulillah wa ala alihi wa sahbihi ajma'in amma ba'd as-salamu alaykum wa rahmatullahi wa barakatuh 天爱的各位前辈 各位兄弟姐妹们 愿平安 Allah的仁慈与激情在大家之上 欢迎大家收听 《山静的摘月》系列 每日复兴 其中的第29集 宣告破产 乃拜的崇拜分为两种 一种是肢体的外在的行为 比如说礼拜 朝禁 施舍 另外一种是心灵的 内在的行为 比如说 真诚的举意 比如说 敬畏 比如说 信任 以及对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的爱 今天的这一篇 是关于第二种 内在的崇拜 而它是一切崇拜的目的 如果缺失内在的维度 一个人的功修 就像是没有灵魂的躯体 冰冷 死寂而毫无价值 今天要谈的 这个孙 是 向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表达对他的需求 这并不是你的身体 要做的行为 而是一种包裹心灵的状态 就是 行走在大地上 而真正感受到 对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感到若无他的援助 你无能为力 若无他的支持 你等同瘫痪 就是当你从叩头中起身 却发现自己的心灵 仍然在叩头 就是你在买卖 交谈 社交的时候 心却在悄悄地呼唤 耶 Allah 不要离开我 而使我受私欲摆布 我完全地仰赖和依赖于你 宽恕我的缺陷 你看得到他人所看不到的 你是如此的伟大 我未曾以你 应受崇拜的那样崇拜你 你有过这样的感受吗 思考一下 先知 在鞠躬时 对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的赞颂 他说 他说 主啊 我向你鞠躬 我相信你 顺服你 我的听力 视力 思维 骨头 和神经 都顺服于你 尽管这种状态 是崇拜的核心 和精华 尽管它是通向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的 喜悦的 最为宽敞的门禁之一 不夸张地说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 尚未感受过它 评读一下 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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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说的话 他说 我尝试了 靠近 Allah 每一扇 崇拜之门 而在每扇门前 都看到拥挤的人山人海 而难以进入 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众所周知的那些 崇拜的功修和方式 比如说礼拜 封斋 施舍 打瓦 国安等等 有许多的人在竞相努力 在这方面 很难与众人竞争 总有比你优秀的人 有很多比你优秀的人 你比如说礼拜 那比你礼拜多 礼拜勤的人太多了 送读国安 比你送读的多 背诵的多的人太多了 施舍 你比不过那些 财富比你丰富的人 他们可能施舍的比你更多 所以在这些门禁跟前 人山人海 没法与他们竞争 他接着说 他说 直到我来到了这样一扇门 叫做 千倍 与向阿拉宣告破缠之门 我发现他是通往 阿拉宣告破缠之门 却发现这里并没有拥挤 也没有障碍 没有人在这里竞争 我仅卖了一只脚 阿拉宣告破缠了 就领我进入了其中 我们中许多人的外在的崇拜 都是做到位的 但是这种心灵当中的 无能为力 谦卑 内在的贫穷 和对万王之王的真诚需求 在Ibn Qaym 看来是许多人生命中所缺失的那一块 而他正是最为关键 使得祈祷被应答的那个因素 先知 他说三种人的读哑 是一定被应答的 封斋者的读哑 被压迫者的读哑 以及履行者的读哑 为什么他们的读哑会被应答呢 这三种人的共同点在哪里 他们都是在 所以真的 外在的体现并不是一切 口若悬河的演讲和精心书写的 伊斯兰推文并不能说明什么 真正的关键是介于 你与阿拉宣伙之间的 他人看不到的秘密的关系 介子之重的这一品质 对于阿拉宣伙之为来说 比被自满污染的 重如泰山的功修 要更加珍贵 这样的一个人 离阿拉宣伙的慈敏 是多么临近 而舒缓 亦尽在咫尺 祈求阿拉宣伙之后 帮助我们培养 发自内心的谦卑 以及 感受到对他的 时刻的 完全的需求 感受到自己的 无能为力 感受到自己的 贫穷 感受到自己的破产 感谢大家的收听 جزاكم الله خيرا السلام عليكم ورحمة الله وبركاته 感谢大家的收听